最後到部分b 現在有一個新的系統叫做t 首先就問你 叫我們找回所有的a值 就會令到t是consistent有解 然後就說如果我們拿到這些a值的時候 就叫你解回t出來 其實你看到頭三條式 跟我們剛剛s的頭三條式 很明顯是類似 只不過是s 這裡就成大了兩倍 這裡是除了二的 這樣的情況 所以其實你很容易就看到 其實boy應該就對著這個位置 boy就對著這裡 boy是負一的 所以其實我們的boy 你見到很明顯就代了負一的時候 partb來說 我們首先就把boy等於負一 如果你看到boy是負一的話 其實你看到這個case應該就出事 因為你會看到這個case的情況 他就跟你說要是a是負一 a是負一什麼時候才有解 就是當b是零 但是b今天不是零是負一的時候 這個case已經是不成立的 所以就要留意 就是b是負一的時候 你見到a2的第一個case是沒問題的 因為你見b belongs to view 就ok了 今天負一也是view 你不要忘記a1這個情況 因為這個情況是 我們不是說unit solution的時候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位的時候 unit solution的話 其實只要b 你看b是沒有限制的 即是他不會在墳墓的情況 所以其實b是負一的話 我們就得出一個unit solution 所以我們putb等於負一的時候 我們就會寫 by a part 我們會有solution 等於 等於當b是負一的時候 所以就見到是2除a加1 然後你還會有是這個 這個負一的話 即是沒有了 a減1除a加1 然後就會是這個 負2除a加1 負2除a加1 那來回我現在還未答題目的問題 因為他會問你 a的什麼時候有解 你要記住這個solution 什麼時候拿到的 就是當我們a2次不等於1的時候 所以這裡就回答人家 when a2次不等於1的時候 就是這樣 當然你都可以在下面再細插 a不等於1 and a不等於負1 這樣的情況 這個就沒什麼所謂的 他叫你解釋t出來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跟著 就應該要把這一條式 你這個solution 是來自頭三條式的 那所以你還要去找回第四條式出來的 OK 就是你要令到第四條式都成立的 那所以我們其實是未找過a值出來的 那所以我們就會 put solution into last equation 那你就會有 就是5x-2y加z等於a 所以就會有5x 就是5乘2除a加1 然後就減2y 所以減兩個a-1除a加1 然後再加回z 然後再加回z 即是加回這個 負2除a加1 等於a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左右一起省個a加1給他 這樣你就會看到a加1就弱了 分母 那就會剩下10 減2a加2 然後就減2 是等於a乘a加1 所以這個位置 左邊就會剩下10-2a 右邊就會是a2次加a 那排好幾句就會是a2次加3a-10 是等於0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去按回formula01 那就是13-10 那你就會有a等於2 和a等於-5 就是這樣 按a等於2和a等於-5的話 那我們的solution就會等於 a等於2的話 就會是 2除2加1 跟著就會是 a-1除a加1 那就是2-1除2加1 還有還有這個-2除2加1 那就會是等於 2over3 然後就1over3 跟著就會是 -2over3 這個就會是when 可以填回就是whena等於2的時候 OK 如果whena等於-5呢 whena等於-5的時候 solution就會變成 2除以 -5加1 跟著就-5-1除-5加1 和是-2除-5加1 所以就會變成 2除-5加1就是-4 所以就會是-2分1 這裏就會是-6除-4 所以就會是3over2 然後這裏就會是-2除-4 所以就會是2分1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就會有兩個unit solution 當a有這兩個不同的取值的時候 如果是- 不要忘記還有一個case 當a是1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會填回 by 如果是a2 1的話 我們會有a等於1 OK 當a等於1的時候 我們的solution set 就等於是剛剛a21計算過的 2b-3t b-t T belongs to real 但其實b今天代了數 b今天我們代了做-1 所以其實它就等於是-2-3t-1-t OK 所以我們就會把最後的環境放進去 那你就會有5乘以-5x 跟著就-2y加z等於a 所以就會是5乘以-2-3t 再減回2乘以-1-t 再加t是等於a的 所以就會有-10-15t加2-2t加t 是等於a 就是a 但要留意a是1來的 因為這個情況 你記住的前提是a乘以1 所以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都可以換成1 所以很快你就會看到 -10加2就是-8 你搬過來這裡就變成9 然後-15加2再加1 就是-15加3 就是-12t 所以t就等於是-3除4 當t是-3除4的時候 你代上來就會找到一個solution 所以solution 就會變成 就是-2-3乘以-3除4 跟著就會是-1-t 就是-1-3除4 跟著就是t 所以就會變成 這些就按計算了 你就會是-2-3乘以-3除4 4分1 跟著就會是-1-3除4 就會是-4分1 最後就會是-3除4 就是這樣 你就會成功找到在不同a值底下 solution是怎樣